北京國家安全顧問傑克·沙利文表示 中共未能提供足夠的有關中共病毒疫情 在中國內部傳播的原始數據 沙利文週日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 《面對國家Face the election》節目採訪 他說我們需要世界衛生組織進行可信 公開、透明的國際調查 他們即將提出一份有關中國武漢大流行病起源的報告 我們對此有疑問 因為我們不認為中共已經提供了足夠原始數據 來講明這個大流行病在2000年開始傳播的情況 包括在中國傳播 然後在世界各地傳播 我們認為世衛組織和中方都應加緊努力 在被問到拜登和習近平交談的兩個小時之中 是否特別要求中方提供這些數據時 沙利文說 我們不會這樣描述它 我們說的是進行科學調查的唯一方法 是研究所有數據 不單止要了解這種流行病的發生情況 還要能預防未來的流行病 因為我們從這次學習到的經驗教訓將在未來形容 沙利文還表示 拜登政府也無法確定COVID-19的確切來源 部分原因是中共政府缺乏足夠透明度 而且 世衛組織仍然需要做更多工作 才能深入了解這種病毒的確切發源地 世衛組織顧問傑米梅茨表示 世衛對病毒起源的調查實際上 是由中共當局操縱的 美聯社一份報告指出 梅巴雷克和其他世衛組織 WHO官員在訪問武漢進行調查時 受到中共嚴格控制